都会把每一次上课录影放在论坛里面 然后每一次上课也会大概把重点回顾一下 所以回去的话,大家就确认几件事情了 第一个,你是否已经会写这个九九层码表 另外的话,我会把九层码表里面VBA怎么写 也会把它放在云端上 所以如果你想要Python也会写,VBA也会写的话 其实或许可以参加这个机会 最好这两个语言,如果你都会写的话 那就大大的加分 另外的话,有没有办法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回圈,for回圈 我们要写一个所谓的直角三角形 输出的时候,用一个信号 列印出一个什么,直角三角形 最上面是1,最下面是3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写一个回圈 把它列印出去 那这边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说 那个信号 它后面有个叙述,假设信号 这个信号我们如果要输出几次的话 输出一次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信号 前面这个信号是一个字 然后后面这个信号是乘以 几次,比如说输出一次的话 那就它就是什么,直接帮你输出一个信号 如果两个就两颗,那13的话就13 所以1到13,你可以for i in range 然后1斗点后面加14,因为14的话是停下来 你要13 然后后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信号 print 这个信号乘上几次 那你就可以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1到13就print 出来 当然我们有做个变化 比如说我要颠倒 颠倒的话就反向回圈 13斗点0 然后再斗点要加一个-1 如果你没有-1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越来越少 13斗点0 0的话就停下来 那就跑到1 13颗星到1颗星 应该有印象 建议回去一定要动手自己写 因为如果只是知道,但是写不出来 不等于你会写 OK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什么呢 直角三角形把它变成 前面加上空白 空白就是说 假如说我原来的这个三角形是长这样 我希望把它变成长这样 那前面的话就是多什么 多那个空白部分 变成12到0 这边是12到0空白 这边是1到13 那怎么样把这个规则做出来 OK 做个变化 那里面的话当然就是用13去减 13减掉i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前面加几个空白 有没有 印出来就会是长这样 颠倒的话一样 就是做反向回圈 OK,应该有印象吧 只是回去可能还是要动手做一下 所以每一道题其实都是一个练习 回去确定说你是不是会写 OK,因为这上课你要真的把它学会 一定要抽出对等的时间 至少要三个小时 然后把这个程式部分试着写写看 一定要自己重新开一个空白的module 才叫做你真的真的有学会 或者其实不多啦 按右键你就逆一个什么 逆一个新的module就可以了 那这个module的话呢 你就怎么样 直接呢 给它一个名称 反正就是你看你要打什么 90码表之类的 你就给一个名称 然后呢 你就直接在这上面输入这个程式 也许刚刚之前做的 如果每一题讲过的你都会的话 那才叫做你是有学会 OK 其他还有什么 把那个三角形变成等腰三角形 有没有 规则其实还蛮多种的 因为它另外一边又要伸出一个三角形 那有什么方法 那我讲过啦 其实你可以用推的 比如说我的想法是 中间那个1是固定的 然后两边的话 从0开始 所以用i减掉 减掉什么 减掉到初始值 然后再乘以2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可以把它变成 那当然呢 如果你实在写不出来的话 云端上有参考答案 你可以从云端摆一把 里面的第三个单元 找到这个部分吧 应该是上面这里 你往上找吧 大概是这个地方 没有 都有啦 下面都有答案 精整写法 正向加空白 这边都有 当然如果现在写不出来 等一下三角形 我上礼拜讲的 这边也有 OK 所以细节部分的话 建议回去一定要再花一点时间 如果你甚至要把它学会 另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 改成坏回圈 那我讲过坏回圈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因为for回圈的话 它跟坏回圈强调的点不同 for回圈是强调范围 有没有 for eye in range 所以一定是在范围之内的 那如果你要重复做的那件事情并不是一个范围 而是当什么条件为tru的时候 所以fire后面是加一个逻辑 有点像if后面放的东西 if什么逻辑 那如果那个逻辑为tru的时候 为真的时候 那就是做 如果为force的话呢 那就不做 OK 所以它强调点不同 那如果说我们要什么 纠着把它表 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坏回圈版本 你特别的 改那三个地方就可以了 我讲过 如果你size是不太清楚 或者忘了差不多的话 你可以什么 对吧 上面有个完整影片连结吧 回去再把它看过 上礼拜都有讲过 而且应该讲的应该算清楚了 OK 所以 不用是背 像这种东西一定要理解 因为你做会了 我真的 你也不用背了 就是理解 自然 自然而然就写得出来 很直觉的 OK 所以你会发现 学程式是这样 不是叫你背 但是有些地方是需要背的 像那些回圈规则 那些要背 但是有些你写熟了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 该加什么东西 自动就把程式给写出来 OK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还有哪一些 还有直触判断 OK 然后直触判断 当然主要逻辑很简单 就是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 如果它不能被中间任何一个数字给整除的话 那就是直触 它方法很多 其实那个逻辑你也许自己可以改 因为其实不一定要从头除到尾 其实中间就够了 大概除到中间 也可以简化的版本 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个 就是什么 按照我的逻辑写出来的这个程式 OK 那当然你要变更没关系 因为我讲过 程式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每个人写的一定都不一样 OK 但你刚开始可以模仿 但未来 也许可以把它稍微做个改写 都没有关系 那主要就是说 符合我们的逻辑需求 然后呢 你最后解答 这个答案也是符合我们要的 那应该就是算是对的程式解法 OK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那个猜数字游戏 有没有 猜那个1到20之间 1到20 就是 所以第一个 因为我上个乱是不是去述不是那么清楚 就同学会 会问说 老师为什么是1到20 1到20这个数字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主要是利用 我们因为要产生一个乱数 那所谓乱数就是随便抽 电脑自己乱 抽有点像是 什么 那个 那个什么 开奖一样 1到20颗球 那他随便抽一个 看是哪一个 所以这个是乱数 不是我们来决定的 那其实我们主要是利用 Input 这个动作 Input 什么呢 有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特别重要 如果我要乱数的话 因为 在Python内建的模组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呢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 那我们可以透过什么 Input 这个动作 把 有一个 已经存在在 那个Python的 已经 有的一个模组 只是没有把它汇进来 我把它外部汇入 所以Input 它 它里面主要有个方法 所以特别说Random 是一个模组 模组底下的话 有一个方法 或者叫做有一个函数 有点像Excel 反正你把它当类似Excel Excel不是有很多函数吗 类似这种功能 你给它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什么 一个参数是1 一个参数是21 它就知道说 从1到21 开始 到21停止 中间的数字随便抽一个 那停止的话 表示不会抽到它 会抽到它的前一个 所以是1到21 有点像Range一样 OK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两行 主要就是怎么样 帮我产生一个 1到20之间的一个乱数 那这个乱数会丢到哪里呢 会丢到这个RND 这个变数里面 所以叫RND 名称自己取的 那我们有讲过 就是说 如果今天呢 产生一个乱数 然后我猜猜看 反正呢 猜猜到为止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会把乱数 1到20 那我上海的DEMO 太高了 太高那就再低一点 所以往下 1到9 太高 还太高 OK 那就再扣掉 所以1到4 就已经很接近了 你看 2好了 恭喜答对了 有没有 OK 所以你看3次就答对了 如果要3次答对好像有点困难 OK 因为有点像 1到4乱猜 4分之1的机会 所以我运气还蛮好的 所以我运气还蛮好的 应该可以去买那个乐透 这样的话 马威力才比较 钱比较多 或者甚至啦 如果你要乱数 更多一点的话 比如说像大乐透是1到49 你可以输50 这样的话 就是1到49之间 随便抓一个 OK 那这样更困难的 有没有 如果像这样 所以真的要拆对 那范围更广 所以就要改1到49之间 我猜多少 猜25好了 太低了 再高一点 太低高一点 35 太高了 已经又缩小了 不过 数字太大了 这个要猜太久了 这个可能要猜 猜到下课还没猜中 太高了 再往下 所以已经接近了25到30之间 对 27好了 太低了 那应该剩两个 2829 29 恭喜答对了 其实还好耶 OK 我没有想象中的蛮拆 应该可以知道这个逻辑吧 那怎么写这个程式 首先第一个 我上次有讲过 就是说我们拆的时候 可以什么 先产 所以这两行就是先准备好一个乱数 接下来的话就让它猜 有没有 那特别注意哦 所以这一行是让它猜 猜完之后 转换成一个整数 int 因为它input是一个文字 比如说我猜25 那它过来的话一定是25的文字 转型为一个数字变25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换好一帽号就是说 让它不断跑 就是意思说 所以一定是猜对的时候才会离开 所以也就是底下的逻辑 你会发现会有三重逻辑 有没有 如果答对的话 那就是什么 恭喜答对 底下一定会加一个break 如果你这个break没有加的话 那程式永远跑不出来 有没有 另外的话还有两个逻辑 就是 如果呢 趋于小于 就是它猜的 比如25 跟它现在答对是 这个rnd应该是28嘛 然后呢 这个猜的话25 那比比看 如果比它小的话 太低了 高一点 反思的话lf 太高了 剩下来就是答对了 有没有 那我上个礼拜 有跟各位讲过 你会发现 这边好像有一直不断重复的程式 哪一个 这个 g等input 这边又一个g等input 也有g等input 或者 实际上跟各位讲的 一些地方 当然这个程式写出来 跑也不会有问题 只是说呢 如果你这样写 你应该会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 同样东西一直出现 所以跟各位讲 你应该要把 三行重复的 其实只要写一行就好 那应该写在哪里 这很重要 因为你放错位置的话 那它就不会被执行到 那如果你假设放太多 那变成重复执行 如果你没有放 它就没有办法输入 所以应该放哪里 ok的跟各位讲一下 应该放在什么 当这个回圈开始的地方 等到它输入完之后 再去做判断 有没有 所以应该最ok的位置 应该在哪里呢 应该在这个 画有email号的下方 就是当这个回圈开始的时候 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去做输入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应该放在这边 那如果当它输入完之后 再判断 所以底下你会发现 这两行 应该就可以拿掉了 有没有 这一行拿掉 这一行也可以拿掉 因为不用反复再让它输入 这样有没有 感觉清爽很多 那如果执行的话 应该是ok的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 21好了 把它改回来 当然如果说 假设我们有时候拆太久 怕拆太久 你可以先把这个print 先把rnd先偷偷的 假设我们测试的时候 可以先 先知道答案一下 就把那个答案先print一下 请输入几号 我已经知道1号 当然我就随便 2号 它一定会太高了 如果我想要停止的话 我就输入1 Enter就好了 恭喜答对 不过 没有 这只是测试 不然有时候你又乱拆 拆很久 浪费时间 ok 所以 不过当然你以后如果要上线的话 你记得就要把这个 这个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把它删掉 或者是说在前面加一个警字號 或者加一个Ctrl加斜线 这样就不会print 我的习惯 我先把答案先print出来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上个礼拜 我们拆数字游戏 讲到的 另外的话请各位再试试看 是什么呢 想想看 像这种 逻辑就是 一定一直拆 拆到对为止 可是呢我如果想要限制 如果你拆了三次呢 还拆不到的话 那我就不让你拆了 你最多只能拆三次哦 诶 这地方该怎么写 其实当然 第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for围圈就好了 有没有 你就这个地方有没有 把它改成for围圈 诶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你可以什么 range 可以一次两次三次 诶三次 所以for I in range 也就是1.4 它就跑 1 2 3 诶到4就没有了 所以它只能跑三次 对 可是哦会有个问题哦 因为我们是先输入之后 再判断 输入再判断 那有一次 最后一次哦 好像会 输入之后呢 输入之后有没有判断 这可能要想一想哦 缝回圈也是一个方法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记录说 它到底拆过几次 那如果那个数字出现的话 那就离开就break 是不是 也可以啦 两个方法请各位试一下哦 画面切一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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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